寒流来袭不止人要保暖 农作物养殖业也都必须要做好防寒的准备 有种植空心菜玉米的农民就在田的四周拉上了帆布 避免冷风吹进来造成损害 而鸡农也在鸡舍里面点燃了瓦斯火进行保温 还有渔民趁着上午天气好赶紧采收文葛 渔民也说天气冷文葛的生长速度就会变慢 它会引进海水来降温 养鸡肠内点燃瓦斯让鸡脂取暖 因为入冬后首颇寒流来袭气温下炭 就怕鸡脂冻死造成损失 养鸡场人员不敢大意 气温变冷对养鸡业者考验大 除了点燃瓦斯火还有调整帆布的预寒措施 不让冷风吹进鸡舍避免鸡肢生病 云林市农序产业大县就连空心菜也得防寒 一排一排的空心菜通通都被盖上帆布 空心菜比较不耐寒 只能用简易的帆布盖住挡风 另外再彰化玉米也要防寒 调配营养剂撒在园中每一株玉米上 接着把四周的帆布盖上抵御冷空气 我这要喷的盖 氨基酸还有宅玉油 盖就是主要让它叶变变透 原理就像我们人多穿一件外套一样 然后尤其就是我想让它在表面上 包覆成油脂 然后油脂的话也可以去看寒流 渔民忙着采收纹葛 因为一旦天气变冷 纹葛生长的速度就会变慢 避免寒害 渔民也做好准备 到八度应该都全部完蛋 海水把水关满一点 尽量让它温度不用降那么低 这波寒流来势汹汹汹气象局预测 沿海将出现7度以下的低温 农渔民全面展开防寒大作战 希望能把农渔获得危害减到最低 记者中部综合报导 快点放凝了 快点汲